海贼王,明哥被捕后坦言,天龙人最终失败,主要是海军直接反水。 明哥在被捕之后,追了他十几年时间的鹤突然走过来让他分析一下海贼世界的格局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其实在动漫中问明哥根本的含义不言而喻,就是伟田在借明哥的口给大家透露一下海贼王后面将会如何变化,毕竟如果明哥只是吹吹牛,那么这一段根本毫无意义。 但是明哥的回答的却是一堆前言不搭后语的话,我也是看了几遍才发现。 明哥在暗指天龙人的龙龙购党迟早会被发现,从而不仅失去明心,还会使海军走到他们的对立面。 疼苦啊,那家伙真是够顺的,鹤长官,这可是最后的机会啊。如果他当时肯专帮我把小书鬼们收拾掉的话,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了。 我可是一直拽住那根缰绳哦,那根深住世界上怪物们的缰绳。 我不该就此倒下,你们一定会后悔的。 你觉得在走练锻炼后没了耳食的怪物们会做什么? 如今还有能称得上海上霸主的人存在吗? 谁才是这片大海上的王者?是海上皇帝四皇中的某一位吗?是巧妙地活在这片大海上的七五海吗? 是那些极恶世代的小鬼们吗?不,抑或是正义的军队,海军才是海上的霸主。 但承在住民众意志的革命军中,也有住诸多不可忽视的强者存在。 那隐藏在历史深处的地之一族,又会在什么时候现出真容? 谁会支持谁?谁又会背叛谁? 替我告诉那帮玛丽乔亚的天龙人吧,他们注定会被拉下马的。 戈尔·迪·罗杰前所未有的征服伟大航路,已经过去了25年。 他的宿敌白胡子虽没能登上王座,却也在骑之后军临一时。 现在又如何呢?相对于人数不断暴涨的海贼们,空缺的王座却只有一个。你应该明白的吧? 海贼历史上最大的霸权之争,即将展开。 最上面一段话,也很简单,就是明哥自吹了一把,说自己是如何如何重要,如何如何不能倒下。 其实到第二段之后他也坦然了。这个世界失去谁都能够继续生存。 没有什么不行的,随后又说到,第之一族出现后,谁会支持谁?谁又会背叛谁? 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在说明,第之一族就是那除了海军革命军海贼之外的第四股势力。 谁会支持谁?就是在带着一直被世界政府追逃的天龙人和海贼们。 他们支持的必然是什么田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句话在这里也很适用。 而谁又会背叛谁?这里说的也正是海军和天龙人之间的关系。 从表面上来看,海军和天龙人之间是从属关系,毕竟整个世界政府都是天龙人创造的,海军违背天龙人那就等于是在违背自己的初衷。 但是从阿拉巴斯坦的斯摩格再到金智藤湖甚至是塔普,都曾经对于海军这个正义有过非常深刻的思考,当前的海军是否真的是代表正义? 是劝绝对的正义不错,但是他作为海军元帅依旧非常讨厌天龙人的做法。 奈何即使到了元帅的地步依旧只能被吴老星牵住鼻子走。 这里说的背叛就是海军整体对天龙人的背叛了。 要说最后的结局是陆飞带住所有人和海军打,显然是将那几位大将给黑化了。 在怎么说也不能如此的是非不分在明白了世界的真相后还义无反顾的包庇天龙人。 赤犬绝对的正义是完全做不出来这样的举动。 各位对于民歌的话有什么高见,可以留言讨论哦。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订阅我。 再见。